出入的相關場所民眾 那請自主健康管理 令本土破功 防疫順時中 But俗話說得好 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27號我們在天龍和天母 抓到了防疫破口 狗仔哥哥沒有認錯 他就是曹哥老婆吳樹林 隔壁是高級的女兒 包子妹Grace 曹哥今年因為疫情 少賺了5000萬 吳樹林說 相處時間變多 感覺看他變順眼了 但還是沒看到夫妻同框 只見母女倆什麼東西 年TT現身天母星巴克 享受假日難得的午茶時光 估計家裡另外兩隻 要準備吃醋囉 經歷過了 就只是因為沒什麼好怕的 這包子妹跟媽媽 親密互動零距離 臉貼臉一起滑手機 慢活的天目西方譯 各位總算見識到了 這樣太危險 誒 事到如今 小編就問一句 媽媽都不覺得背後有不含義嗎 有一種冷 叫小編覺得你冷啊 找出自己的吊吊 好哦 津津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母女倆結束點心時間 當然要繼續放風 想當年啊 包子妹還是呆萌癒 惹人疼的模樣 轉眼間居然長這麼大了 她穿著窄裙 筷子腿特別吸睛 遺傳到媽媽的優良記憶 把馬路當伸展台行走 接著她們走到對面的超市 進行一波臨時採購 誒 對的時間 對的地點 別說我們不夠意思啊 這就幫母女點播一首 曹哥的Supermarket 想當你咕咕家的Supermarket 而是四個小時都歡迎歡迎 而是說身教大於嚴教 就算天母平常沒什麼人 但是依照規定 出入公共場所沒戴口罩 是可以裁罰新台幣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的罰緩哦 天佑台灣啊 配合勝策 才能夠把風險降到最低 連包子妹都知道提醒老媽要戴口罩 吳宿林不好意思跟各位觀眾表示 做了不良事犯恨抱歉 下次會注意 包子妹好傻好天真 手上捧著滿滿的零食 邊走回家邊跟媽媽聊天 變種病毒高得人心惶惶 母女還能這般處置泰然 悠哉的度過快樂星期天不簡單 最後奉勸不怕死的兩位 外面的世界是很危險的 還是趕快回家吧 地方媽媽口罩戴緊緊 真心覺得怕 娛樂動新聞 報道